新加坡总理访华六天引发关注 李显龙目的有四个 对于他的左右摇摆外交政策 我们无需求全责备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这两天 新加坡总理访华的消息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 李显龙将要在中国广州 博鳌北京 进行为期六天的正式外交活动 这一举动 无疑展现了新加坡 小国大外交的平衡智慧 说起李显龙 其实在他上台之初 对华态度并不是太友好 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时 李显龙不仅口座上表示了支持 还同意了美国在新加坡 部署四艘战舰的计划 南海争端中 李显龙也称其他国家 可以在相关问题上说话 不仅如此 他还支持国际法庭 对南海争议的仲裁结果 可以说新加坡这个时候 完全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 白宫制定了各种逆全球化政策 让长期依托于全球化发展的 新加坡的经济利益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 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如火如荼的 在全球扑开 李显龙看到了中国正在积极维护全球化 开始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中美出现贸易摩擦时 李显龙公开说 中国崛起是必然的 新冠疫情爆发后 李显龙又多次强调 疫情需要全球携手应对 不应该被政治裹挟 去年G20峰会上 李显龙更是直接亮明态度 称中国的复兴不可阻挡 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也将会是积极的 至于此次的访华 无非还是疫情导致了两国三年没有出席活动 现在情况好转了 赶紧面对面的谈一谈 一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交流 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二来促进双方在贸易科技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 三来推动东盟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促进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 另外在中国的协调下 沙怡成功和解 随后中东多国都纷纷表露出谈判意愿 一时间和平之风翘然吹起 新加坡此次访华的目的 不排除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大国影响力 调解而无冲突 以防局势实控波及全球 毕竟新加坡极度依赖全球贸易 如果世界局势不稳定 直接就会影响新加坡的利益 同时新加坡在加强和中国的交流合作时 并没有改变自身左右摇摆的外交政策 比如坚持在台岛部署军事力量 跟随美国制裁中国企业 以及和台岛联合军演等 当然我们也没必要对这位新加坡总理 太过求全责备 毕竟平衡外交才是小国的立国之本 新加坡虽然和中国在经贸往来上 互有利益需求 但军事安全上还是要依赖美国 因此能保持中立不站队 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 而从李显龙自身来看 他虽然是华裔 但身为新加坡总理 终究还是要从本国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